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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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很好刀破 所以你刀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骨头 你往它的骨头 这样子慢慢割 那个鱼肉非常的 光鲜亮丽非常的美 我们这个鱼肉 大多数多数 哈喽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笨真日常 我是格拉斯 很快的我们一年一度的囤积海鲜的时候又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农历新年很快就要来了 那有些人怕会吃不到海鲜啊 不然就是怕海鲜涨价 所以按照又来的传统 大家都会在一两个月前先买好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 要的时候新年的时候 他们再拿出来解冻才拿来吃 一提到海鲜 然后很多住在Yohol一带 不然就是新加坡的朋友们 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笨真海鲜 所以这次我们联系好一位笨真海鲜批发的老板 然后让老板安排为我们讲解 如何去鲨鱼 介绍新年大家最常买到的笨真鱼 还有一些笨真的虾被类 由于这一次的影片内容过多 我们会分成三期来进行发布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到昆山西夫 Gang 嗨OSCO 嗨嘉俊 嗨嘉俊 哦,是,那時候講要跟你學煞魚嗎? 有空嗎?有空嗎? 有啊,可以啊,走,我們後面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魚在那邊,看你要煞什麼魚 笨針的麻藥魚 笨針的麻藥魚 這邊還有我們的這個 把刀 還是要煞比較大條一點的,你看這邊 我玩的這個野生的 它是野生的這個金木爐 哇,很大條哦 野生金木爐 空差,你看這條 這條,好了這條 要妹也煞這條 這條,這條OK 要妹,學煞魚,學這條 學這條,容易嗎? 也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這條咧 哇,這條咧 我們講要這樣子看這個魚漂不漂亮哦 它幾個,幾個步驟你一定要注意 OK,第一個我們就看眼睛 你看這個魚的眼睛有什麼不一樣嗎? 它就是清澈 非常的,非常的亮 然後再來,你要看啊 這個魚,魚的整體的這個顏色 它是非常的鮮豔的 OK 然後魚的肉,OK 按下去,它是非常的有彈性的 它不會按下去,你看 按下去它彈回來 按下去它彈回來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黏液 然後這條魚的黏液,你看 非常非常多的那個黏液 這條魚這樣子的黏液啦 這條魚不會上來 從海面上來抓上來,不會超過 24個小時 哦,這是非常多的 這樣子你就,這條魚是非常新鮮 我不懂耶 以前我還以為 它有那個黏液的黏液 每次都會洗掉的 不會,這個是鮮新鮮 洗掉是一定要洗掉 鮮的時候一定要洗掉 哦 它是它 你要看它新不新鮮 你這樣子看它就是分血 哦,是這樣啊 是 哦,OK 家俊,這樣我們第一個步驟 我們直接來 我們先把魚鱗騎上來先 騎魚鱗啊 剛開始啦 一開始 一定是說我們從這個尾部開始 拉上來 從尾部開始拉上來 然後往旁邊這個地方去 然後往它的 它的旁邊啊 這個地方先 跟它抠乾淨一點 哦 然後打魚鱗啊 有幾個重要的 就是它的肚子啊 它的頭啊 一些比較隱密的這個 隱密的這個部位啊 OK,需要更加注意一點 不然的話你們啊 吃魚的時候啊 很容易吃到 有魚鱗啊 所以會盡量的 這個地方會盡量的再多 多跟它刷幾次 給它更加乾淨一點 確保它是完全的魚鱗 對對對 你吃魚的時候 你如果吃到魚鱗的話 它也是非常不舒服的 對對對 對 OK,您已經打好了 打乾淨了 接下來我們要跟它 開刀 開刀 先把它裡面的內臟給拿出來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我們就直接把它的這個 額骨啊 這一點先給去掉先 然後把它的腮拿出來 你可以看 這魚新鮮的程度 它的腮 多麼的紅 它的腮非常的紅嫩啊 魚腮越白 這條魚就越不美的 越紅就越新鮮 難怪有時候看起來比較淺魚 它會去看它的腮 對對對 腮 腮非常的重要 然後腮 紅紅的腮就是非常的美 小刀把肚子分開了 過後把內臟全部都給去出來 這個裡面我們拿來那個內臟拿出來 這裡面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瓜椒 魚票 喔 這是這個 魚票 這魚票 會有很多人 不懂得他們拿去丟掉 懂得他們都會拿來 弄乾淨了過後拿來煮它 這個地方是他們的那個 寄血的地方 魚的一個寄血的地方 這個魚如果要保留收酒的話 是嗎 你必須要用刀去把它這個魚 凝固了的血喔 跟它去除掉 這樣這條魚就能夠保持新鮮 糖酒 不會有腥味喔 口感跟味道都會更加好一點 好 OK 現在我們要準備把這個魚的肉跟骨頭分開 我們叫做提巴拉 起肉 我們要起肉 直接跟它把肉跟骨分開 魚頭我們先跟它拿出來 然後魚頭我們要跟它 切切切切 然後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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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刀 对住它的那个鳍 鳍的那个部位下去 这个应该很烤刀工 所以你刀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骨头你往它的骨头 这样子慢慢割 它肉就会一片一片的 这样子被割出来 看到吗 全部都 贴着那个骨头 哇 如果是我自己的应该不三不四的 要练习一段时间 要练习一下 不会查到哪里去的 如果你看到它是这样子割的 它也不会说很难 完美的贴住 两边都是一样的动作吧 两边都是一样的动作吧 干净 这个骨骨就可以熬汤 对 骨骨熬汤 分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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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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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就整片的鱼肚子了 这边就全部都只剩下肉了 不有 我们这边呢 就是已经把这个十多公斤的 这个石斑也刷好了 这个是石斑骨 石斑骨多数我们都是拿来做这个 炸了过后直接拿来煮鱼汤 炸了煮鱼汤 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鱼肚子 这个是鱼肚啦 有骨头的 这个拿来炒酸辣 或者是拿来炸了过后下火锅也是非常的好 下火锅啊 对 然后我们这边啊 这是我们全部的这个 全部都是鱼肉 你看全部骨头已经没有了 非常的漂亮 那个鱼肉啊非常的光鲜亮丽啊 非常的美 我们这个鱼肉大多数都是母亲他们买回去 有小孩子他们直接蒸给他 或者拿来切片了煮鱼粥 这样子就完全没有骨头 这是全部都已经没有骨头了的 然后再来这个是重点啊 石斑鱼头 OK 是所有的这个石头 他们都喜欢的一个食材来的 这个鱼头 直接拿来蒸就非常的好吃 可是 这样大个怎样蒸哦 买大一点的锅子哦 买大一点的锅就可以了 这个这个我们就这样子处理完了啦 然后你这个东西今天很多人他们买回去了过后 你们知道要怎样子 我们我们我可以说你就直接拿一个纸袋 然后直接跟它放到冰锄上面直接跟它保存就好了 就这样简单 就这样简单 然后如果你是说放到冰锄上面 你保存 你保存三个月半年它都没有问题 不会变质咩 不会变质的 你放在冷冻上面 可是你不要拿下来 好像说你要一块一块跟它分开 一块一块跟它分开 如果是说今天你把两块三块全部放在一个纸袋 然后装起来是吗 你要拿一个出来的时候是吗 你这些也拿出来了吗 这样子它有解冻到哦 这个鱼就不能保存久了 你要拿出来 你要分开一个纸袋一个纸袋一个 这样子你要吃这个的时候 你拿这个出来就好了 这两个就不会被影响到 这样子 你拿出来一解冻了过后 这个鱼就不好再收回去了 明白明白 这样子它就保存不了 正常来讲我们放去冰锄上面 冷冻它半年没有问题 好的这三期的第一期如何鲨鱼就到此结束 下一期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新年最常买的笨针鱼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和我们一起走路笨针鱼